光固化3D打印机很适合制作手办 但是新人买回来后 可能最头疼的就是如何设置完美的支撑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用赤兔Pro切片软件加支撑的方法 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价值 首先拖入模型 模型拖入后我会来缩放一下大小 像这一个模型缩放到80% 刚好能够让10寸的机器打印一满锅 调整一下度局 然后为了节省成本 我会选择一些模型对它进行镂空操作 点击这里镂空 镂空的壁后选择2毫米或者2.5毫米都可以 点击应用 模型镂空之后需要对模型进行打洞 这个是防止模型抽真空导致翻车 而且也可以更好的清理模型内部的数值 通常打洞的毫米数一般是在2.5毫米到5毫米之间 大的模型就用5毫米即可 在模型的顶部底部各打几个洞 镂空打洞并不是必须要做的 只是大模型下镂空打洞可以节省数值的材料 镂空打洞完成之后需要对模型进行摆放 通常我会使用次度pro的自动定向功能 多点几下让模型适当的摆一摆 然后再来进行微调 拿这个头举例 它将脸部朝到了下面 那是明显不合格的 需要将比较好的位置朝到正面 所以就可以进行微调操作 然后这个腿的摆放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可以不用动它 就按照这个方式来摆放 这个地台稍微可以旋转一下 将这个文字朝向前方 这个摆放的角度建议是45度到80度之间 如果我们笔直的去打印一个模型 这样拉力太大 很容易导致翻车 而倾斜打印可以搭配支撑更好的吸附模型 摆放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来加支撑 赤兔pro对比赤兔普通版 它的支撑功能更加的强大 首先大家点击这里的高级 将增强自动支撑这个选项打高 然后像这种模型 我们需要分两次支撑来添加 点击准备 将小一点的模型 比如头部手部这种模型 单独加支撑 这种小一点比较矮一点模型 接触的触点可以设置0.3或者0.35毫米 赤兔可以直接用鼠标在这里来调整 然后把球头打开 深度的设置 可以让球头尽量的埋在模型内部 大家可以对我这个参数进行截图操作页 没有问题之后 点击所有 支撑加完之后 再点击这里的孤导检测 孤导检测完成之后 可以点击这里的箭头 它会跳在这个孤导的位置 孤导也就是悬空的位置 然后可以点击鼠标左键 为这个位置添加一个小支撑 也可以直接点击这里 为所有的孤导添加支撑 点击之后 一定要点击这里的否 好 它将这些孤导支撑都加好了 然后再点击这里的合并支撑 它会对支撑进行一个合并 这样小模型的支撑就加完了 点击准备 再来选中其他的大模型 大模型的支撑方式 与小模型支撑略有不同 它会多一个步骤 像这种较大的模型 就不能用太小的触点 我们需要选择大一点的触点 来进行调整 一般我会选择的触点 是大于0.4毫米的触点 大家也可以截图来抄作业 然后下一个步骤 大家要注意 角度可以设置稍微低一点 然后不要点击添加所有支撑 要点击添加平台支撑 点击添加平台支撑 它会在一些关键的节点 加上这些较粗一点的支撑 可以看到较粗一点的支撑 它的下半部分就非常的粗 到上半部分就细了一点点 它也会更稳的拉住模型 然后这个没有截图的朋友 可以再截图一下 没有问题之后 再切换到给小模型的细小支撑的预设 切换过来之后 点击添加所有这里一定要点否 否则会将刚刚加的支撑给删掉 点击否之后 它会补充细小的支撑 好这样细小支撑就补充完了 可以看到支撑也更加的密集了 然后再点击这里的孤岛检测 点击箭头可以查看哪些地方是有孤岛的 这种红色的小标记都是孤岛 然后为所有的孤岛添加支撑 这里也要点否 好它会将这些孤岛全部加好支撑 然后再点击这里的合并支撑 好支撑就更加的精简了 这样大模型的支撑也加完了 点击这里的开始 选择分布导出 分布导出点击保存导出成功 然后这里就是咱们加好支撑的stl图纸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图纸拖到自己打印机的 切变软件里面进行切变就可以了 因为并不是所有打印机 它都支持次度pro软件的 具体这就是一个加支撑的流程了 使用加支撑的方式成功率非常的高 除了这一个拿签这里 可能需要稍微补一点支撑之外 其他的都非常的完美 可以看到大支撑用来拉住模型 细支撑用来填补模型的支撑细节 而且这样的支撑也特别好拆 触点也极小 我们现在去打印机上来打印一下这个模型 打印完成了 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挺好的 我使用了这一台打印架 是加洗的天马座顶配 这台打印架非常的强悍 来看一下这个支撑 可以看一下这些地方 还有腿 没有问题哦 都打印出来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有点问题 就是手这里下半部分没有拉住 可以看到 但是上半部分的剑它居然也打印出来了 所以这一个模型可以倾斜角度再大一点 但是其他的位置都打印的挺好的 现在我们来拆支撑 来看一下这个支撑有多好拆 支撑的触点非常的小 轻轻一拔它就下来了 完全不费力 轻轻一拔就下来了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很快 用手碰一下 这个支撑就都掉下来了 看一下这打印的细节 这打印的效果 大家觉得怎么样 而且这个支撑的接触点也比较的细小 用砂纸轻微打磨一下就能弄干净 还有这个位置 也只轻轻一拔就下来了 非常的可以 这效果 还有它的头也是支撑 碰一下就掉了 直接拔就好了 这个头上面有很多毛发 全都精细的打印出来了 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腿 这支撑真的很好拆 您还在为支撑难拆而苦恼吗 看我这轻轻一碰 支撑就下来了 现在我们来对这个模型进行清洗 来看一下手臂这里的装配 看一下岩丝和缝 它的高度达到了22厘米 看一下这里的打印细节 可以看一下它的皮肤上的纹理 盔甲上的纹理全都清晰可见了 包括它嘴巴里面的牙齿都清晰可见 我会将这个模型的图纸分享到评论区 也会将我加好支撑的图纸分享到评论区 大家都可以打印玩一玩 其实加支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只要我们研究好了模型的摆放 设置镂空之后加好了洞 然后大的地方就加粗支撑 细的地方用小支撑 这样打印的模型质量就会好很多 到此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有帮助 欢迎为视频点赞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